大家好 我是孩子们的小鱼老师 前几天呢 我们分别听了 亨德尔的第大调第四奏名曲 格里格的陈曲 还有威廉退尔 细心的爸爸妈妈可以 发现一下啊 小朋友他喜欢吗 他对前几天播放的乐曲 是不是喜欢听 那如果他喜欢某一首曲子 就会翻来覆去的听好多遍 一直听到爸爸妈妈都受不了 他还是要接下去听 其实这样的过程呢 刚好让我们了解 孩子们对于音乐风格 或者是他对一些乐器的兴趣 而这些都为孩子将来学习音乐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别忘记 哪天清晨用音乐叫醒孩子 是他们起床的非常好的方式哦 我是小鱼老师 我们一起聆听 让音乐成为孩子一生的朋友 我们一起聆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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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聆听